我得老实说 我很多在读另外一道做的事情 我老在读另外一道说的很多的话 都是我希望在当年 我还在唱片公司 面对一些很困难很无助的时候 很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办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这些话 那这些话都是我会告诉当年的我会讲的话 大家好我是杨卫宇 欢迎来到第四集的独立音乐道 好久不见了 距离我上一次录podcast 已经是我人还在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算是年初吧 现在都已经年底了 11月多快12月了 英国都已经入冬了 我得承认上一个第三季的时候 后来的计划完全夭折 算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为什么呢 我原本的预计是希望到后来的独立音乐道的podcast 可以就是找不同的人上节目和我聊天 不论是就是其他的独立音乐人 然后我合作过的 或者是没合作过的 或者是我的学生等等 但是呢 我后来发现 要找大家公开很明确的 和我站在同一边的难度其实蛮高的 之前的Willis跟AK Benjamin 算是非常非常挺我 但是他们是少数中的极少数 就是愿意很明确的出来 就是支持我的理念跟想法的音乐人 所以呢 后来的这个方式眼看是走不通了 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原本的形式 不好意思委屈各位啊 继续听我一个人在这边自言自语 那现在我希望接下来的podcast就不会再改版了 反正形式就是这样了 我想到什么讲了什么 我也觉得这是我比较自在的呈现方式啊 毕竟其实也不能怪其他人不愿意跟我站对边啊 我反正从独立音乐道开始到现在 我也知道我讲了很多会让人听了觉得很不舒服的话 所以这也算是我必须得要承担的责任啊 这个我也逃不掉 那我后来也觉得要找到一个 在我觉得我能够讲出我心里想讲的话的 同时又不让人感到不舒服的 这个拿捏呢 我到现在其实都还在学习 我觉得我始终都还没有找到一个 我觉得舒适的方式 我会看很多我以前写的东西 我是指就是在独立音乐道更之前啊 然后在我真的开始 就是所谓的攻击 所谓上边经济之前 我写的很多事情是 我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我自己其实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碍于某些事情 或者是人情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原因 我讲话可能讲一半 或者是讲一半都不到 然后我看那个 我写自己写出来的东西 反而思不想 原本想讲的东西没讲到一点 然后就变得不知所运 但是后来独立音乐道开始 好像又过头了一些 就是好像把很多人都纳进了一个 就是很糟糕的圈子里 然后就是无差别攻击 但是里面确实又有很多 我很真实 非常真实的想法 甚至我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我觉得 明明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但是我还没有找到一个 所谓的说话的艺术 这点真的很困难 尤其在这个博大今生中文世界里 but anyways 之后第四季大概就是这样 也相当不好意思啊 继续听我一个人 自言自语咯 其实这一段时间 这几个月我做了很多事情 其中关于独立音乐道的 也就是我改版的单曲发行权攻略2.0 把整个课程做了完全的从头到尾的改版 然后也换了新的课程系统 然后把我觉得更需要大家注意的事情 就是修改修改 然后update到我觉得最符合现况的课程内容 那再来就是我另外又做了一个新的课程 叫做无敌听众搜寻器 当作单曲发行权攻略的前置课程 也就是更初阶更入门 给就是任何没有经验 甚至对于音乐完全没有概念的人 就是针对这样子的人所设计的课程 它完全就只着重在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内容生产 那在这个专业内容生产 跟探索内容生产形式的过程中 也希望让音乐人慢慢学习一些 就是我觉得最基本 但是却非常重要的技能 例如像是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 然后找到属于自己的演出能力 然后以及面对舞台 还有群众的自信心等等 这些东西是我觉得身为一个音乐人 最基本 就是你能够称自己为音乐人 你有信心说自己是音乐人 是音乐创作人的最基本需要的能力 但是这些能力最大的问题就是 没有任何老师可以教会你 就算是相同风格的音乐人演奏同一首歌 也各自有自己的演出能力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面对陌生人的自信心 根本不用说音乐风格这件事情 音乐风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音乐人 甚至艺术家 一辈子都在奋斗和自我探索和寻找的那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最最开始的这个阶段 其实就可以慢慢的利用内容生产形式 去帮助所谓完全没有经验的音乐人 在探索音乐风格 探索自己的演出形式 以及建立自信心这三件事情上 都可以同时从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建立 那我称之为就是这些基本的能力 是所谓的25分的音乐人 就是应该要有的基本能力 这其实我在YouTube上面有一支影片 很明确叙述的 就是零分的音乐人假设是出行者 也就是比如说热音社刚毕业的同学 然后100分的音乐人是所谓的音乐财富自由 比如说像是茄子弹 或者是落日飞车等等 他们做音乐可以是做开心的 就是还是可以靠音乐者赚钱 那剩下比如说五月天或是更多国际剧情 200分300分500分 那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那零到100分之间呢 正中间的点也就是50分的音乐人 在我的定义之中 就是所谓能够靠音乐养活自己的音乐人 我把它称之为50分的音乐人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实际点 那在零分到25分 零分到50分之间的中间点 这个25分的音乐人 也就是你拥有自己的音乐风格 然后演出能力 以及面对舞台和群众的自信心 这三个是我评判一个音乐人 是否来到25分的一个很大的标准 为什么是这三个点呢 因为对于这整个产业来说 如果你没有这三项能力的话 所有的产业精英跟机会 以及任何的守门人 都不会把你当一回事 甚至就是不会正眼看你一年 甚至会给你很多的冷潮热讽 对吧 前一段时间不就有所谓的这个 肆无忌惮事件 我相信在台湾做音乐的朋友 应该都有哏到 那我也不小心 就是讲那些 就是又被嘴的话 把anyways 我觉得那是我一个 很真实的感受 不过就是 你问我后不后悔 其实我发出去的那一瞬间 我就后悔了 但是就是 有些事情 就是讲出去要自己承担 anyways 我觉得25分这个能力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没有这些能力的话 你绝对没有办法就是名正言顺的获得任何的机会 任何人都会想尽办法 也就是这些守门人都会想尽办法的把你挡在门外 因为没有人会把自己手上的舞台机会给那些 没有演出能力的音乐人 你说对吧 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你站在这个位置上 你也不会想要把这个舞台机会让给没有这些能力的音乐人 但是这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矛盾和断层 因为音乐人要学会这些能力 他必须得要有舞台经验 他必须要有一个能够观察群众反应的机会 才能够逐步修正 然后逐步探索出这些能力 但是同时的产业却没有办法 也不愿意提供给音乐人这些机会去学习这些能力 所以这个断层就出现了 所以很多所谓的独立音乐 不论是音乐比赛 或者是各种演出的机会 以及独立音乐在拥有这些能力之前 所做的各种尝试都很容易被当作 因为你很菜 所以你赶快滚 不要来抢大家的机会 或者是你的门槛还没有达到所谓的业界门槛 所以请你回家继续短几年的这种 说话的方式就会出现 对吧 那我觉得舞迪听众的搜寻器对我来说 能够提供的就是 让音乐人能够靠自己 你不需要依靠这个产业提供给你舞台机会 你就可以观察群众对于你的 这些能力上的反应 你可以透过制作所谓面对镜头演出 或者是记录你最小单位创作等等 这些就是相信如果你有听我的 独立音乐岛的内容 有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话 都会理解就是我的最基本的这些理念 其实在除了经营社群媒体之外 它其实很重要的核心价值是帮助音乐人 去慢慢建立起自己的风格演出能力 以及面对群众的自信心 那无敌听众搜寻器就是帮助一个 在0分到25分的音乐人之间 让他们慢慢拥有这些能力 那接下来就会是进入单曲发行券攻略的部分 也就是从25分在你拥有这些能力之后 在你拥有一个非常极少数的支持者 开始出现的时候 开始有人很明确的会支持你的 面对镜头演出的能力的这种演出形式 感到有兴趣的时候 开始超50分也就是 所谓的靠音乐养活自己这件事情迈进 所以单曲发行券攻略 我之后会再继续改版 因为我才刚做完无敌听众搜寻器 我接下来单曲发行券攻略的定位 会再更明显一点 它就会更深入的直接告诉你 关于广告投放 关于数据分析 你要如何利用串流这件事情 慢慢替自己建立起一个所谓的被动收入 那这件事情就需要精打细算嘛 那这件事情就是你需要算得很准 你需要算成本 你需要因为它变成一个 所谓的潮获力迈进的一件事情 虽然很多人会在我精打细算 讲广告讲数据 然后用大演算法去分析的时候 说我是在用炒股票的方式在做音乐 但是没办法 因为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 就算你拥有25分 你是个25分的音乐人 就代表产业会注意到你 就代表产业会给你机会吗 当然不一定 这很多还取决于很多的因素 你的外形 你的音乐风格 或者是你的后台 或者你的人脉关系 对吧 就算你成为一个50分的音乐人 就算你可以靠你的音乐养活自己了 这个产业就会给你机会吗 这个产业就一定会注意到你吗 这可不一定 对吧 但是你会因为产业没有注意到你 你就放弃做音乐吗 至少我本人不会 所以我一定会继续往下做 那我继续往下做 我就下一个阶段 我就必须得要进大蟋蟋 因为我们要靠获利买进 所以没有办法 我也不是我愿意的 虽然我知道这整件事情 听起来很像在算股票 很像在算数学 但是没有办法 这个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不开心的话 我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其他的方式 也拜托跟我分享 只是截至目前为止 我觉得对独立音乐人来说 最容易经营获利的方式 也就是经营所谓的串流平台 当然它不是最好的赚钱的方式 其实最好的赚钱的方式 最容易赚钱的方式 其实是卖尸体专辑跟周边商品 但是它的经营难度高许多 所需要经过的心理步骤和过程 以及需要和群众互动的深度 和不同的形式也会多很多 所以经营串流 我觉得是最基本经营音乐事业 最容易的方式 所以单曲发行权攻略 就会着重在这件事情上 然后它同时也会 开始讲也就是 所谓的建立情感价值 然后建立一个艺术家人格 告诉大家 你到底和所有千千万万 在做音乐的人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的人格 你想要投入的情感 和你的作品之间 有什么很明确的关系 你到底想要传达 什么样的讯息 你到底想要传达 什么样的情感 然后也会讲到 所谓的主题轮盘 也就是利用不同 和你的情感价值 也就是你的中心思想 有关联的相关的 不同的主题 去建立一个 能够在社群媒体上 持续进行内容产出 或者是能够持续 阐述你的核心艺术价值 以及情感价值的 不同的主题 然后协助你在社群媒体上 或者是协助你在你的群众面前 建立起一个很明确的 所谓的音乐人的人格 或者是艺术家人格 这就是单曲发行权攻略 比较进阶的部分 那之后呢 我大概也会只让 有学过 无敌听众搜寻器的人 去购买单曲发行权攻略 要不然它是不会成立的 你如果没有 面对舞台的自信心 你如果没有自己的音乐风格 和演出能力的话 去研究广告投放数据 分析后面这些事情 的意义真的不大 你会发现 你广告投下去的成效 不会太好之外 你还会发现 你的竞争的者非常非常多 这其实在我最近 这一段时间来 就是和我单独咨询的 学生和音乐人 越来越多之后 我其实更能够深入的 去理解 很多做音乐的人 所遇到的问题和障碍 以及心中 没有办法跨过去的困难 是什么 我觉得这段时间 我其实才深刻感受到 经营独立音乐岛 其实学到最多的事情 根本就是我本人 我其实听了很多 不同的音乐人的故事 以及遇到的问题之后 给我的启发 真的非常非常大 我才有办法 把所有事情 把关于情感 关于艺术价值的理念 然后群众经营的方式 整件事情能够 所谓的打包在一起 有一个很系统 很连贯性的叙述方式 然后把这些价值 能够打包很明确的 告诉我的学生 传递给我的学生 其实也对我自己来说 在我之后自己 要经营自己的音乐事业的时候 也有一个很明确的蓝图 以及很明确的 能够知道自己 应该要怎么做 才是最正确的 毕竟我相信 有在做音乐 以及有在经营群众都知道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心理游戏 最大的困难 最大的障碍 都在自己的心里 所以 我觉得读音乐岛 在这段时间 和我单独咨询的同学 以及其他的音乐人之中 我其实学会了更多的事情 那我也理解 其实应该要怎么样能够 更直接 更有效的去引导大家走过 我觉得最开始 然后最困难的阶段 那对于这些事情 譬如说 社群媒体的内容生产 或者是找到自己的 无敌听众搜寻器 这一支影片 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都还是有很多问题 我在这边也顺便解答一下好了 什么叫做听众搜寻器呢 其实 听众搜寻器就是在这个 直视短影片 因为直视短影片 在这个时代 已经成为一个最暴力的存在 所谓的最暴力的存在 就是它吸引陌生群众目光的能力 是社群媒体存在以来 所有版面形式 不论你是方形 以前Instagram方形影片 Facebook的横式影片 Carrosell的图片 等等形式 吸引陌生目光的能力 都没有现在直视短影片 来得更有效 直视短影片 已经是一个绝对霸主地位 所以在西方世界的唱片公司 不论是独立的还是大的 大大小小唱片公司 都开始纷纷成立 所谓的内容生产部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帮助自己手中的音乐人 帮他们能够生产出 能够彰显他们的音乐风格 彰显他们的演出能力 的那一支短影片 而且同时最有效 在社群媒体上 是引陌生群众的那一支影片 尽管是一支影片 但是它是需要经过一个 很长时间 或者是很有系统的 一个筛选过程 所以其实听众搜寻 其实讲的虽然只是影片 但是它着重的是一个 有系统的筛选过程 让你能够慢慢 找到什么样的影片内容 或者是什么样的演出形式 是让你自己在你的风格 以及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以及你的兴趣 以及人格特质之中 最能够有效让陌生群众 对你感到有兴趣的那一支影片 这需要时间 这需要有系统的规划和计划 那绝对不是你想好说 每天发一支影片 或者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点 用什么hashtag 这些事情 就可以办到的事情 我最近又看到一个影片 在讲 就是其实它在讲 就是在社群媒体上爆红 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然后它讲了一件 一个概念 我觉得非常非常正确 在社群媒体上爆红 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的原因 是它其实是一个 单一呈现方式的世界顶尖 你会看到很多那些爆红的 不论是品牌的社群媒体 还是个人艺术家的社群媒体 还是名人的社群媒体 除非它有其他的作品 让它在社群以外的平台上爆红 譬如说电影明星 那种没话说 但是如果是靠社群媒体爆红的 你都可以感受到 它其实专精了一项 面对镜头的演出形式 或者是它的专精了一项 面对在镜头面前 利用画面去呈现 故事与价值的方式 它就一套方式 找到了一套方式 然后无限干 干到底 然后把这一套方式 干到成为 就是世界顶尖 没有人 没有人有办法和他竞争 那对音乐人来说 其实也是同样的方式 面对镜头演出的方式 有千千万万种 可以说是无限多种 那每一个音乐人 除了做音乐之外 又有自己的人格特质和兴趣 那要如何把这些 人格特质和兴趣 以及想要表达的价值 和你的音乐演出方式 作为结合 并且能够在社群媒体上 重复进行 其实讲的和他这件事情 是一样的 也就是你要找到自己的 所谓的呈现方式 单一呈现方式 然后单一的影片拍摄方式 不断的专精 到最后成为 你在这个小小领域中的世界第一 你或许不是弹吉他全世界第一 但是你或许是拥有一个 特殊人格特质 或是特殊兴趣 比如说你很喜欢竹饭 然后你又很喜欢弹吉他 那我随便举例 那你可能有一边竹饭 一边弹吉他 你就有办法成为 这件事情上的世界顶件 对吧 这只是一个随便举例 我随便想的 OK 那我觉得 大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关于听众搜寻器 就是他如果在 利用这个方式 在社群媒体上爆红的话 或者是在社群媒体上 找到那一支 成效最好的影片的时候 就代表那一支影片 是最能够代表 这个音乐人 最好听的一首歌 或者是最有艺术价值 最有美感的一首歌吗 当然不是 这个方式只是经过一个 有系统的筛选过程 让音乐人的 在吸引陌生群众 目光的这件事情 能够达到最高效率 那你要建立你的艺术价值 或者是你要阐述你的理念 你想要呈现你的音乐风格等等 那如果你还记得 我们之前有讲过 Desmond Morris的 群众心理步骤的话 那是后面的事情 一个人要先认识你 他才会对你想要讲的话有兴趣 他如果连跟你接触的机会都没有 压根连知道你是谁都没有的话 他完全不会对你想要阐述的价值 或者是你想要说的任何话有兴趣 所以他只是指 无敌听众搜寻器的那一支影片的功能 只是让大家接触到你之后 接下来你再阐述艺术价值 或者是你要用其他不同 更深入的作品 或者是更需要时间和耐心 比如说时间更长的作品 或者是铺成内容更长的作品 去建立你的风格和价值的时候 后面的事情才有话说 所以并不是代表这一支影片 就是你的代表作 也不代表这一支影片 就是你最棒的作品 它纯粹就只是一个 替你接触陌生群众 同时能够让你 你整个在社群媒体上出现的人格价值 是集中在音乐这件事情上的一个方式 它不会让你就是用不同的 用其他的方式爆红 我可以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过去到现在接触过所有 希望在社群媒体上 经营出自己群众的人来说 我有很多人会去所谓的跟风 做一些现在大家都在做的事情 跳一些抖音舞啊 或者是做一些大家 目前所谓的trending 也就是现在潮流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截至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 靠其他事情爆红的音乐人 到最后还有办法继续做音乐的 因为用其他方式爆红的人 你会发现这些群众来看你的原因 就是想要看你做爆红的那一件事情 如果你爆红的那一件事情 你吸引陌生群众的那一件事情 不是你的音乐 或者是和你的音乐完全无关的话 你从此就会陷入一个 非常大的人格拉扯 就是你究竟是要做 大家想看你做的事情 还是你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到最后这个拉扯 到最后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 在经历这个拉扯 到后来还能够继续做音乐的人 截至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 十之八九都是 在那一波之后 操水退了就直接崩溃了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 五迪听众搜寻器的扎根 他的最核心的还是希望大家利用 面对镜头演出 用自己的作品 或者记录自己的最小档位创作 以音乐为核心 以创作能力 以演出能力为核心 去尝试不同的影片的呈现方式 来协助大家找到一个能够效率最好 在社群媒体上最有帮助的哪一支影片 简单说就是这样 那我其实在做这一次课程的时候 其实完全就是以一个 你完全没有任何产业经验 你就算只是想要试水文 或者是你想要试试看自己的作品 到底怎么样 那他的课程的费用也是 就是截至目前为止 就是最便宜最优惠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读力音乐岛的YouTube 里面有一支影片 或者是到Instagram上面有个链接 你可以加入这个免费的课程 我会用免费的课程 去简单叙述一下 无敌听众搜寻器的内容 让你可以就算 你其实不上我的付费课程 你其实有很多事情 马上现在就可以开始做 那也有很多人就是告诉我说 写信跟我跟我说 他其实就是只听我的免费课程 就取得了非常明确的成效 那我其实在后来 跟大家单独咨询的时候 大家给我很多很正向的回馈 我有把这些东西录下来 现在想要也慢慢整理成一支影片 就是所有上过我的课的人 就是到底对他们的人生 带来了什么改变 到底对他们做音乐这件事情 带来了什么样的成效 都是一个很直接的互动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很直接的成效 以及很直接的改变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那之后这影片 我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不过我就是 人我都有打马赛克 服装金变色处理 身影也有经过处理 因为我知道就是这个产业的 就是对音乐人的影响 以及对于资源的掌控 还是很大 我知道很多人还是很害怕 就是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 就是有站上边了 所以就跟就是第三季 后来来宾搞不出来的意思 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这一集就算是一个update吧 那我觉得 那接下来讲讲我自己好了 前面在讲独立音乐道 那讲讲我自己 我觉得我最近 其实也是慢慢的让自己在习惯 抓到就是在做我自己的音乐作品 然后以及做独立音乐道之间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平衡 那还有一开始讲 在做独立音乐道的时候 我也希望能够在我想讲的话 以及尽量不要伤害到别人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 都是我这一年一直在探索的事情 也在努力的希望能够 给自己找到解答的一件事情 尽管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看起来我好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是我觉得我有慢慢朝 就是这个平衡点迈进 那我希望 接下来独立音乐道 还是可以持续的就是生成 就是更多的内容 就是不管是免费的课程 还是付费的课程 都能够继续就是推广这个理念 让大家知道就是 你不是需要进入那个圈圈 你并不是需要 一定要认识什么样的人 就是你的音乐才会有人听 这个世界不是这么运作的 只有非常少数的环境 非常少数的产业是这样子运作的 那一方面我在这边也想要感谢一下 就是这段时间 不论是你在课程支持我 或者是你在单独咨询 和我对话的时候支持我 鼓励我 然后就是能够给我各种心理支持 和帮助的任何一个人 不论你是纯粹的听众 还是只是在自己做音乐做开心的人 那如果没有你们的话 如果你们没有给我这么大的鼓励的话 我其实我不觉得我独立音乐道 可以做到现在 我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该算了 我不想玩的 就是我其实大家不要看我 就是拍影片或者是讲很多事情的时候 异正言辞的 看起来好像很有信心 其实并没有 我其实心里还是很多时候是非常害怕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恐惧 也是一个我在心理諮商的时候 一直在跟我 諮商是讨论的一件事情 因为明显的 我已经离开那个产业非常多了 很多人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 但是他的恐惧还是存在 这个恐惧是我无法理解的 那我后来才发现 其实这跟我们就是 文化环境跟的演化过程是非常有关联的 讲个奇外话好了 基本上就像是就是古代 就是你生活在一个群体之中 就是尽管群体大家都讨厌你 并不会真的就是马上带来什么失智影响 但是在长期来看 就是你离开群体 你脱离那个互助合作的圈圈 你就很容易你的死亡率就会很高 不是说在就是很早很早以前 就是大家还在就是合作狩猎采集捕捞的时代 那随着时代的发展 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我才发现就是 其实很多人格特质 就是对于自己的自信心 做决策判断上的自信心 以及对于生存的恐惧 这件事情有多高 或者是对于就是 勇于尝试未知的事情的 这样的勇气有多高 其实是好几个世代 累积下来的教育 以及生存环境 生活环境所造就的 有时候并不是一个世代就能够改变的 所以 就是大家不要看我这样 好像讲话讲得很 很有信心 其实我那个信心 是我鼓起很大的勇气 去挤出来的 因为我知道 我的 我讲的事情是 对某些人来说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价值 其实一方面 我得老实说 我很多在读 另外一道做的事情 我老在读 另外一道说的很多的话 都是我希望 在当年 我还在唱片公司 面对一些很困难 很无助的时候 很不知道自己应该要怎么办的时候 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这些话 那 这些话都是 我会告诉当年的 我会讲的话 那 所以 也希望 截至目前为止 大家 读了另外一道的东西 对大家 有帮助 那 我希望接下来 我之前到 我相信有follow 也知道 我尝试了YouTube 我尝试Instagram 我尝试Podcast 我发现我其实没有 那么多行李 然后我后来还开始写 就是email的文章 我现在不太会写公开文章 我觉得 就是 就是 引起 不必要诊断的程度太高了 所以我现在只有就是有 参加过我们的免费课程 有订阅 读了订阅导的 email的人 才会收到我写的文章 那 这些文章 我写文章 有做YouTube 然后有Podcast 然后有建议Instagram 我其实发现 我没有办法做每件事情 所以我目前为止 可能就是会focus在写文章 然后 Podcast跟Instagram 这几件事情 之后 我大概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拍YouTube 这个对我来说的 需要花的时间太多了 我也是认清自己 没有办法 做每一件事情 那接下来就要年底了 很快就要过年了 那要圣诞节了 我今年大概是没有办法回台湾了 因为 因为我的签证要到期了 我五年的艺术家签证 一转眼 五年就这样过去了 很可怕 接下来我就要申请永久居留了 那申请永久居留 英国政府会把我的护照收走 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国家 所以希望大家祝福我吧 希望我可以顺利的换到永久居留 不用再烦恼签证这件事情 那我也祝福大家 在音乐这条路上 能够持续往前 然后能够 在每一件事情上 得到自己想看到的成效 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好了 接下来我会安排 我还是会持续努力找一些来宾 然后安排一些 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和理念 就是作为一个独立音乐人 或是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家 所需要 经历的一些心理上的 困难或者是主题等等 再慢慢和大家分享 我是杨卫宇 这里是独立音乐报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